1.新出160愤怒流云不磨腰带 以水雪山服务器又有狗吞逆袭 用一条附加特技概率20%的腰带原生 打出了一条160愤怒不磨腰带 同时还附加特技流云爵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在这条160愤怒流云腰带身上 不磨的意义大吗 2.黄老鼓四伤害戒指卖出 随着浩文团队的老板越来越多 黄老鼓已经不再玩花果山 主玩盘兹和地府两个号 他手中的四伤害戒指 也以74万元的价格卖出 与去年45万的买入价相比 涨了一大劫 3.九年哥17段野兽精致投35万卖出 珍宝格九年哥淘汰的17段野兽精致难投 最终的交易价格达到了35万元 4.珍宝格狂练国标阵容 在群雄决赛当中用四宝神木林阵容 判输给羽岛之后 珍宝格团队内部意识到了 国标点杀阵容的重要性 最近两次的建会PK 珍宝格已经开始狂练国标点杀阵容 与之前的师托领神木林 212阵容相比 胜率出现了明显下降 豪门服战队的善恶宝宝数量大增 使得出手有血量限制的大堂 处境非常尴尬 5.逆戈都战羽岛建会PK 昨晚的175战会PK中 呆瓜和往常一样 开启了第一视角直播 没想到 在打完与普陀山的比赛之后 匿名玩家直接给他发去了消息 点评了他在PK中的表现